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促进作物根部的生长及养分吸收 来提升肥料的效果 我们目前研发出微生物肥料用的 Basillus venensis KHH13菌株 是从水到有机田土中分离出来的 它除了可以产生淀粉分解酵素 蛋白分解酵素和纤维分解酵素之外 还具有相当良好的熔灵活性 在经过对小白菜 油菜 粉叶菜类 以及涂瓜和番茄的肥效试验之后 结果证实适用KHH13医剂 可对前述作物的根长以及先种 有显著的提升 尤其是小白菜的先种 可以增加将近一倍 而同好的先种更可增加达三倍之多 希望透过KHH13微生物肥料 研发成果的导入 去逐步调整农友的试肥习惯 让维生物肥料能够普遍的应用在农业生产之中 恢复土壤的肥力 并且减少化学农药的食用 培养一个良好的生产环境 让农业能够永续的发展 农业改良看台湾 我们在高雄区农业改良厂为您服务 有任何问题请记得跟我们联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